20日,YG娱乐发表声明否认了关于YG保比TOP吸毒送练习生韩瑞希出国的报道 YG娱乐官方立场的说明并表示 这段时间的所有质疑都只是举报者单方面的主张 完全不是事实 正确的事实关系应该通过调查机关进行周密的调查 对于持续不断的虚假主张和提出的质疑 期待着以后真相的公开 希望所有媒体人士不要再让推测性的报道扩大散步 非凡娱乐实时报道